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公 今天4月14号了 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一天 刚才我用这一颗乒乓扶梁景的妈妈作为背景 拍了一段天空的视频 我觉得好奇怪啊 你们注意看啊 它那个天上本来开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后面才有的 我拍完了以后 因为我会检查一下 我前面拍的这一段嘛 我就觉得好神奇哦 然后我现在望向天空 啥都没有啊 那个是什么东西呀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呀 乒乓扶梁景好久没有露面了 这个是乒乓扶梁景的妈妈 昨天把他们搬到这边来浇了一下水 哇 这一颗长得真是肥嘟嘟嘟的呀 胖乎乎的 这一颗你们看 这是大姐吧 最上面的都是全景了 再看看古堡的这一颗兜流石 未来可期 等它把这些小头长大了 不得了 看看这一颗路径 太漂亮了 真的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呀 我发现早上的时候拍这些多肉 太美了 而且小公里现在是无美颜无滤镜 纯粹靠的就是阳光 好久没有展示 我这四层的承梦路了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看到没有 那个盆就是我曾经特别喜欢的 叠炼花的盆 昨天还在直播间里面跟小伙伴们说呢 以前我特别喜欢用叠炼花的盆来种 承梦路的大单头 这颗大单头 着实的不争气呀 还没有后面这颗小黑方里面的争气呢 这个桌子上面的承梦路就没有什么状态 这一颗还有点状态 这一颗有状态是因为它的年份挺久的了 这一颗长得好大呀 前两天给它进了一下盆 感觉长大了几圈的那种 这一颗是颗大单头 好周震 这一颗也是一颗特别周震的大单头 哇这下面还有呢 看这颗漂亮吧 这一颗也周震 这是一颗双头的 今天我想选几颗承梦路 给它们种在新藤出来的盆里面 最近很多小伙伴接福利 又空出了一些盆 想把小白方里面颜值高的一些 移到豪宅里面 你们看 这一颗双头都不错吧 嗯不错 好看周震了 这几颗表现都特别好 这颗是一颗单头 这个也是一颗单头 要不就这颗单头吧 然后这颗是一颗四个头的 这个也可以移到大房间里面去 昨天有小伙伴问我 红桃盆种多肉怎么样 你们看这是一个红桃盆啊 这是六七年前 那个时候入手的一个红桃盆 我觉得红桃盆吧 它吸水特别好 就是如果你们沿海地区 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地区 用这种盆可以 但是我在昆明的话 我发现我用这种盆种的肉肉 它是比较瘦的 因为它吸水性太好了 你浇了水以后 它很快就吸到它的这个盆壁上面去了 所以用红桃盆 我这边种出来的多肉是特别的瘦的 你看这个头好多呀 一二三四五六 哇这里有个 这颗居然是七个头 这一颗我得给它换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盆 这样它的七个头长出来会特别的霸气 我们今天想离的是这一四颗 一个单头的 一个双头的 一个四个头的 还有一颗是七个头的 哇你们看 带你们去见见你们的新房间 哇今天这个太阳可真大呀 现在七点多钟 你们看 现在我就觉得这太阳好晒 哎呀 这个土好丝呀 太丝了 但是根气长得很好啊 小伙伴们 把这个枯叶给拔了 这个叶片也不要了 这个叶片其实还是挺肥的呢 我下一点叶片下来吧 这不挺好的吗 哎呀 不温柔 我得温柔一点 看 好这一片就可以了 肥嘟嘟的 肥嘟嘟的 完美 这是交点防肺好吧 承蒙鹿 不错 不错哟 这叶片叛呼了 哇 尽量不影响它的猪形 咱们在扒的时候 要随时看一下 给它扒周正 怎么感觉有点歪呢 等会儿重的时候 要给它注意一点 好 这颗就这样吧 然后给它晾一下根 好 先给它放在这里 晒晒太阳 再来这一颗 哇 这颗四个头的 你看 这个根系控的就很好 我们一盆的时候 还是要把这个根系 给它控干一点 土壤控干一点 然后再脱土 这样不容易 有细菌感染 看 跟长的确实不错 把枯叶给它修掉 哇 你们看它这个毛细根 长得好多呀 毛细根越多 它吸收土 你的营养越好 然后承蒙碌 会长得越健壮 这一颗的话 我就不拔它的叶片 你看 它的叶片 干巴巴的 可能空水空的 有点惨 来 你到这里面来吧 这是一颗双头的 这颗双头的盐子好高呀 是吧 小伙伴们看 这盐子 杆杆的 哇 这个 根 这个土壤 还是有点丝 再干一点就好了 把枯叶给扒了 哇 这颗双头的沉默鹿 颜值很高 得给它找一个漂亮的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颗七个头的 哇 这个我昨天才浇的水 但是我没注意 它有那么多头呀 我没想着精妙 给它换盆 这颗的话 给用个什么样的盆来 种它呢 你们看 其实我的那个泥炭的比例很高的 这个现在还不好弄呢 哎呀 这个不能拖得太厉害了 先这样吧 先把它放在这里面 你们两个呢 先在这里面 亮亮根 沉默鹿在亮根的过程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沉默鹿 昨天在治疗的 今天早上我看评论区 有很多小伙伴都说 让我把这两片叶子给扒掉 说你看不到吗 确实没看到 可能真的是旁观者清满 你看 它的生长点还是很好的 然后我看到有 芬芳姐跟我说 说它是碳菊病 嗯 那得好好治疗一下 把这两片也扒下来了 其他的应该没有了吧 小伙伴们 好 我再来给它喷一下 这个药水就喷多了 按理说 今天就应该用 另外一个 大菌药了 不过呢 我决定 现在天气不是很干燥吗 我给它喷完了以后 我就用剩下的这个 来给它灌根吧 我把它打开了 然后剩下的给它灌根 这样呢 杀菌杀的会更彻底一些 你看都多了 哎呀 还剩还剩一小点 我来教别的吧 刚才我给那颗沉蒙鹿杀菌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一颗山头的沉蒙鹿 它是2023年的8月26号移的盆 这个我应该是拍了视频的 它们在削叉盘里面应该待了最少半年吧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那这一颗应该是我叶叉出来一年年两三个月的沉蒙鹿了 小伙伴们看 这里面长了好多野草 哎呀 这一颗就空的挺好的 这颗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把它单独拿出来了 可能就是想放在那个桌子上面 直播的时候 扒扒扒扒扒这个野草吧 后来我想了一下干脆也给它换盆吧 正好今天就有单头 双头三头 反盆了 根系长得不错 漂亮 这颗三头的 小伙伴们看 我就已经种好了 然后这颗七头的沉蒙鹿 我用的是MON以前送我的那个棚 它告诉我说 让我拿来种沉蒙鹿 说沉蒙鹿皮死一点 好 我们来浇水吧 这是大单头 这是四个头的 这是双头的 这是那颗三头的 漂亮 给它浇醋 给它浇醋 好了 行 今年秋天 要求不能对你们太高了 你们先浮盆吧 浮了盆以后再说 好了小伙伴们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